美国房地产交易的过程跟中国的非常不同 这也让有一些朋友感觉到特别的陌生 没有关系 当我们把这个过程梳理成三个步骤的情况下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清晰 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三个步骤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黄永明 我在美国休斯敦向您问好 很多朋友觉得美国的房地产交易过程 特别的琐碎复杂和陌生 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毕竟它和中国的交易过程是那么的不同 特别的不一样 难免大家觉得陌生复杂 甚至有一些畏惧 没有关系 经过今天接下来几分钟时间的讲解 你一定会对这个过程感觉到特别的清晰 因为我把它归纳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个阶段 找房和出offer 第二个阶段禁止调查 第三个阶段产权过户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个阶段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样子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阶段找房和出offer 它通常是你通过经纪人来完成的 如果你是买家的话 你会有一个买方的经纪人 卖方它有一个卖方的经纪人 双方进行沟通 这个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居间经纪 只有一个经纪人 美国是双方各自有经纪人 它有它的好处 这个我在以前已经论述比较多 今天不再重复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经纪人会使用一个他们统一的系统来给你找房 美国这边不是每个经纪人只能看到自家公司挂出来的房源 而是整个地区可能几万套的房子他都能看到 所以只要你的标准是明确的 经纪人就能给你找出来 接下来是出offer 你看到心仪的房子 这边出offer呢不仅仅是价格一个因素 它还涉及到其他很多的因素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是用一个书面的合同完整的给对方offer 对方一旦接受你这个合同就算定立了 大家可能在出offer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啊 尤其是投资者你可能把offer出的比较低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被拒绝 这个时候不要气馁 一般我们投资者的认为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出五个offer有超过一个被接受 就说明你价格出高了 所以被接受是少数 被拒绝是常态 第二个部分 禁止调查就是当你的这个协议定立开始执行的时候 最关键也是最紧张的一个阶段 是从这个合同开始执行之后的七天到十天 这个范围当中 这个我们叫option period 就是这是你的一个反悔期 也是你最重要的做禁止调查的一个时期 你如果定立了反悔期的话呢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可以无理由的终止合同 也就是说基本上 你是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你权益的时期 就是在这个时期 你需要对房屋进行检查 这个检查一般包括我们叫home inspection 对房屋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检查 另外有一些专项的检查 比如说害虫的检查 尤其是白蚁的检查 大家知道美国这边房屋的主结构 一般是木制的 白蚁对它的损害是很大的 甚至有些人会做结构工程师的检查 看这个房子地基 整体的框架是不是牢靠 这是你做检查的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也是压力最大 时间最紧的一个阶段 然后是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产权过户 在不同的州这个办理这个过程的一些机构是不一样的 有些州是用我们叫Title Company产权公司 像我所在的德州是用产权公司的 有一些州是由房地产律师来办理这个事情的 这个事情其实很好理解 它基本上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就是要调查一下这个房屋的产权是不是清晰的 给你出产权保险来保障你的利益 美国这边没有房管局 那你这个房屋的产权 它是不是清晰的 是不是可以过户的 那就有一个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给你出一个保险 这是这个事情的一个逻辑 另外一个方面是在这个过户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第三方对资金进行监管 这跟你在淘宝上买东西是一样的 你有一个第三方的平台 你把钱先打上去 对方发货 你收到货了对方才能够收到货款 那么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叫ascrow 它有一个监管账户 你把你的诚意金啊打到这个监管账户上去 直到最后所有的这些手续走完 双方都签完字 你拿到钥匙为止 所以你看我们把整个复杂的过程划分为这三个阶段之后 是不是整个逻辑就非常清晰 整个看起来也就特别有条理了呢 其实美国的房地产交易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其中有很多细节是需要你去注意的 有很多风险是需要你去避免的 这也是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在这些视频当中会更多的具体的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